我们做大量的天野调查 来征集大量的根部部 把它编成书 广泛的全部 所以我们南海的范畴 是属于中国的主权 除了历史证明 考古证据以外的 一个最重要的民间的文书 它证明了几条 第一条就是证明了 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 第二条证明了 中国人长时间的金银南海 第三条 中国人对南海长期有效的管理 第四条 我们政府对南海的主权 一直很关注 这种文献存在了六百多年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起来 那么人们就可以继续研究它 所以我们就能编证明了 我们可以编证明了 对 눈낙过去 不得证明了 我们就有很快的 看到 只能编证明了